27日下午刘德华携姚晨林家栋等主创集体亮相北京 为首部3D华语警匪动作巨制风暴卖力宣传 以为人母的姚晨依然不改幽默本色 在电影风暴里她饰演小混混的家属 回忆起拍摄过程姚晨自爆戏里戏外同时怀孕 附近称导演袁锦林是预言家还打句说 或许是屡屡被传妻子朱丽倩还二胎 台下的刘德华对怀孕二字颇为敏感 台下就问导演写他了没 上台后当主持人挑起话头 问华仔为何问导演时 刘德华先调侃导演的 每天都说我刘晓安 他们说了不准呢 你就写了 下次这事就不问你了 我们直接在园局 写了没 对 导演写了吗 这事 明天就忘写了 当导演袁锦林在台下喊出写了怀孕情节后 刘德华大笑称乱写默默否认了二胎传闻 片中林家栋饰演的小混混和姚晨饰演的 在酒楼发承担的女服务员是一对苦名恋人 林家栋表示 7月刘德华公司踏入电影片之后 这次是刘德华第一次让自己演谈恋爱的戏 却在戏中遭遇刘德华像法海一样棒打鸳鸯 让这段感情戏谈得很痛苦 对此刘德华笑言 据悉电影风暴将于12月12日上映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